就等啦 海南鸡饭 大家好 我是新的体重畅 告诉我已经非常瘦了的胖螺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还原 蒙七十神当中的海南鸡饭 首先我们要给整鸡加点手泥和料酒 然后给它做一个全身至尊按摩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哦 接着我们把香兰叶 香茅 紫葱头和蒜头 都切成小片和小段 在汤锅中放入一部分柠檬叶 大部分蒜片 一半紫葱头和一半姜片 还有一半香茅和一半香兰叶 不要忘记还有大半的花椒 最后注入足量的水 盖上盖子 将汤水煮到沸腾 在水中加一些盐 拎着鸡脖子把整鸡放在汤水中浸泡30秒左右 再捞出 再次将汤水烧到沸腾 然后同样拎着鸡脖子 将整鸡浸泡在汤水中30秒左右 捞出 我们要重复这个进烫的方法 大概三到五次 根据整鸡的大小来决定 又一次把汤水煮滚 关火 这一次把整鸡都浸泡在汤水当中 关上盖子 大约三四十分钟左右 我们来准备炒饭 将鸡油在炒锅中加热融化 在锅中加入之前剩下的香兰叶 香茅 柠檬叶等所有材料 翻炒两三分钟 可以闻到香味之后 就把这些材料都捞出去 我们用含有香料味道的鸡油 来翻炒讨好的香米 接着我们只要把香米转移到电饭堡当中 按正常的煮饭程序 把它煮成米饭就好了 当鸡肉浸泡好了之后 我们把它拿出来放到大盖子上 自然晾凉 这时候可以在鸡身上刷一层麻油 等晾至常温 可以将鸡肉放到冰水中浸泡一下 可以使鸡皮更加Q弹 一切就绪 那就按照动画中的演示 肢解它 最后只要摆盘就可以了 重点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辣酱 用的是湖南炖辣椒 点了一点香醋和麻油 味道非常不错 那么 本期视频 蒙七十神当中的海南鸡饭 还原圆满成功 接下来我就不客气的替大家吃一吃了 鸡肉鲜嫩 外皮Q弹 软骨也是脆脆的 尤其配这个辣酱 真是绝了 以上 如果你想看到我更多作品的话 请给我打钱 我就可以升级镜头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